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说 今天你做了一个好事 甚至你培养了一个好习惯 这是师太上人给你的鼓励 我们就开始了这个红豆跟黑豆的这一个方式 让他去改掉他的坏习惯 然后去培养他好习惯 你还记得这三个红豆怎么买来的吗 做餐具 做餐具 还有呢 卖桌子 你帮妈妈卖桌子是不是 然后呢 妈妈脚步的时候 你牵他下来的对吗 有许多话 我一直想说 真的很乖啦 虽然有时候是 是比较顽皮 比较什么一点 不过总觉得他们很会贴心 因为你们保护 当然哦 有一次他就问妈妈 你 二十年后你还有在吗 我要奉柴给你 我结婚的时候要你牵着我哦 还要奉柴给你哦 哇真的是 真的是很感动哦 我对于孩子 我并没有说去期待他们的成绩会很好 反而我觉得在社会上啊 孩子本身应该要去培养一个好的人格 主要就是要有爱心 就是那份善心 然后还有孝顺 很感动的 就是在去年他五岁的时候 他就讲 妈咪啊 我真的很想要去帮忙叙利亚的小朋友 结果呢 我们两母女就有一份计划说 新年的第三天就是年初三 家里都会来了好多人 是我家婆的朋友 他就跟他们募款 所以他每一个都很用心的 去跟他们募款 一直感恩感恩感恩 因为他是一个很害羞的人嘛 但是那一次我们有看到了他的勇气 孩子在未来一定会碰到很多喜乐的事情 当然我会觉得人生当中也会有悲痛的事情 那我希望在他成长的那一个路上 我可以陪他慢慢的长大 然后他可以陪我慢慢的变老 我希望给予的爱 回馈你们几万无所谣 笑声不能等 我懂等 感谢父母天地平安 喜乐 感谢父母天地平安 感谢父母天地平安 感谢父母天地平安